萊克多巴胺 他是一個添加劑 這個添加劑 在那個時候聯合國的Cortex 他已經有定一個標準 就是PB 他這一個標準 在這個以下的 他是符合食品安衛生的 但以上的當然就不行 所以你沒有在其他的證據底下 你顯現說這個萊克多巴胺 要淋殘留 不然的話也會嚴重影響 人類的健康的時候 你在貿易上 彼此的貿易對的平等上 你不能去要求加注這個這樣子 除了產帝國之外 你再做標注 所以在2012年 馬英九的政府是這樣子堅持的 所以他應該跟 因為我們要跟美國談判 等等貿易談判 那到現在他認為說這個不行 這個這個以前2012年 我所堅持的那是不行的 現在你就反正豬肉 你就要是 你只要做就對了 但是我要說明一件事情就是說 萊克多巴胺 他就是一種添加劑 他放在他給牛吃叫做萊克多巴胺 他給豬吃也叫萊克多巴胺 所以我們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說 你要不要吃美牛 你要不要吃美豬嘛 所以我們只要說 你這個標示是來自美國的 你認為這個對你來講食品的風險上 你覺得你不能忍受任何的萊克多巴胺 那消費者當然可以選擇不吃啊 那我就選不吃美牛我不吃美豬嘛 這是我的選擇 所以但是我們在跟 在彼此的貿易之間的時候 我們的東西要出去 別的東西當然要進來嘛 我們不能在 違反的貿易規則底下去加注 這個是不是的萊克多巴胺 這其實也就是我們現在的 WTO的 我們台灣派出的代表 羅代表他所說的 如果我們在沒有任何的科學根據底下 違反了這種WTO的這樣的規則 然後我們強行的用法律限制說要去加注 這個是不是符合有沒有萊克多巴胺的話 那是形成了非關稅的貿易障礙 這個可能會被訴訟會被求償的 所以這整個國家的貿易上市來講是影響非常大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談萊豬或者是美牛這件事情 以及說我們討論的是一種食品的安全 倒不如其實這個變成是一個政治問題了 因為國民黨現在在討論美豬的時候 事實上都把美牛這件事情都全部忘掉了 他們根本沒有去談美牛這一塊 如果那麼在意說這個一定要零殘留 一定要零農人的話 那我們實在很難去說 叫國民黨一定要說明給我們 那我們為什麼從2012到現在2020 我們吃的美牛是越來越多 那難道就是說美牛吃的 如果是一樣亞萊克多巴胺對我們身體就不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面對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性的口水政治性的問題 我們要討論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要回歸 如果那麼在意 我們真的很在意食品衛生的 對人民的安全的重要性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我們強化行政上的管理 讓民眾可以做一個自由的選擇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不要忘記 我們雖然在法律上我們不能去強勢他叫他標註 就這個沒有萊克多巴胺 但是我們主要進口商 他已經主動的聯合起來 而且對外宣布他們不會從美國進口萊豬 所以其實我們這整個比例上已經下降很多了 那因為這是民間自主發動的 所以這個沒有違反 對這就沒關係 這個就沒有違反 就好像我們民間如果消費者團體 我們明年開始我們大家發覺一個說 為了大家的為了大家著想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全部都吃國產豬 這是民間發動的 這民間發動的 所以這個不會去影響到整個貿易之間的平等 所以我認為滿久前總統 他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他說指責民進黨是一味想逃好美國 是可惡不可原諒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擔任過台灣八年的總統 面對一個這樣子的重要的政策 完全對自己曾經經歷過的 那個八年總統的任期所堅持的事情 到現在一味的反對的話 那才是一件不可原諒的事情